打開家中冰箱和零食櫃 裡面食物的含糖量 可能超乎你的想像 在英國的情況下 在英國的孩子 有約2,800多糖酸酸 每年 那是一大量的糖 進入他們的食物 他們不需要 研究報告指出 目前英國10歲的孩童 平均每天攝取糖分 高達52.2克 是正常值的兩倍以上 更是18歲成年人 建議攝取的上限 根據英國政府規定 4到6歲的孩童 每日建議攝取5顆方糖 也就是20克 7到10歲是6顆 11歲以上是7顆 但大多數的飲料 一罐就超過一天 建議攝取量的3倍 很甜的食物 孩子會發生甜甜的咖啡 那是一種問題 果然會發生甜甜的咖啡 但如果你在喝水和奶 你不會發生甜甜的咖啡 希望他們能夠幫助他們 生活中的健康 專家建議家長應該減少 孩童飲食中的糖分 不只能減緩蛀牙 也能降低長大後 罹患心臟病 中風和糖尿病的風險 我會帶來 吃飲食中的糖分 還有其他健康的食物 現在我會帶來 果物和蔬菜 英國公衛部門曾呼籲 要在2020年前 把食物的含糖量 降低20% 第一階段目標是 要在2018年4月前 先降5% 不過最後調查顯示 大部分的製造商 只降低2% 看來要守護國家 未來主人翁的健康 英國飲食業者和家長 都還要在加把勁 《大愛新聞》 黃靜廷編譯